这支枪长大约一米 这是这个枪所使用的高压气体的储蓄罐 这一个是另外一支储蓄罐 可以直接与枪支相连接 这是用于充气的相关物件 这是擦拭枪管的海绵 这个是违法新闻人未使用完的一颗铅蛋 他在河边钓鱼时 有两名抄外地口音的陌生男子 将其兜售弃枪子弹 刘某某光看枪支弹药后 也现场进行了试用 他对这支购买的枪支非常感兴趣 随即他以4000元的现金进行了交易 继续中文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 除以2000元图罚 并吊销他的驾驶证 两年内不得再考取 还要对他的车辆依法进行扣除 依法报废 我们以刘某某的行为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管理除药法 第36条制规定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 由对取进行了新政拘留无恶的除药 随意携带枪支将会对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一定的危害 所以说呢 携带持有使用枪支弹药 使违法行为 呼吁大家家中或者亲朋好友中具有枪支弹药的 第一时间要向公安机关引上交 同时呼吁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持有储存枪支弹药的这么一个线索 公安机关将在第一时间进行调查 打击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